大家好,我是金月 我是忘记没有想到把豆腐放在油锅里面 出锅就是一道招牌菜 30年老保姆的拿手绝活,真解馋 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块钱的嫩豆腐不用清洗了 直接用刀切成薄片 嫩豆腐俗称是水豆腐 这种豆腐比较鲜嫩,特别适合来做 先切成薄片,再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小方块 像这样就可以了,切好以后收拢起来 放在一个干液的大盆子里面 线下里面加上一勺食用盐 然后倒上一大碗滚烫的生水 这个水呢,能干好把豆腐淹没起来就可以了 浸泡5分钟左右,可以去除豆腥味 准备一个可爱的西红柿,先对边切开 把中间的硬性了也给它去掉 西红柿的硬性了比较硬,不建议难使用 去除干净以后,我们用刀给它切成小块 然后再切一下,切得碎一点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收入盘中 再准备几颗的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以后收入盘中来 豆腐在水中浸泡过以后 它的腥味就会变得少很多 然后我们直接把豆腐和水放在锅里 锅中不用加盐了,水中有盐 我们直接开火烧开 让豆腐在锅中烫焯一下 第一可以去除豆腐的腥味残留 第二可以使豆腐吃起来更加鲜嫩 等豆腐在锅中烧开以后再转小火煮一分钟左右 像这样就可以了,用肉烧把豆腐打捞出来 直接放在一个祖传的大盆中 分多次少量加上100克的红薯淀粉 用手端起盆子,像这样给它抖一抖,晃一晃 这个时候豆腐就会在盆中里面跳动起来 最后是每一块豆腐的八面 都均匀的粘锅上淀粉就可以了 放在一边,请五分钟左右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 在碗中加上一大勺番茄酱 今天我们来调一个酸甜口的 然后加上三勺清水 这个比例千万不要弄错了 加上一勺白砂糖 两大勺白醋 白醋没有要求,用普通的就可以了 最后加上适量的玉米淀粉 用勺子顺着一个方向来搅合搅合 让所有的调料都均匀的融合在一块 像这样就可以了 热锅里面烧一些食用油 把油温烧至五成左右 筷子放进去有明显的气泡 转成文明火,下入我们的豆腐开始炸制 炸制的过程中全程用文明火来慢炸 入锅以后用筷子搅动一下 防止豆腐粘连在一块 豆腐是非常鲜嫩的 外皮裹上了一层淀粉 入锅以后外面的淀粉就会迅速的定型 会牢牢的把豆腐给包裹起来 视频看到这儿了 如果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辛苦您动动发财的小手 为我的视频来点个赞吧 有了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的创作呢才会更加有动力 全程的炸制个五分钟左右 炸制豆腐像这样八面金黄色 然后用肉勺沥掉多余的油分 盛入盘中来 另起锅热油 倒上八面食用油 等油温呢生起来以后 倒入切好的西红柿 全程呢开大火来翻炒 把西红柿的汁水呢给它煸炒出来 炒成像这样的西红柿酱 然后倒入炸好的豆腐 先来给它煸炒一下 让豆腐在锅中熟了均匀 最后呢再把调拌好的酸甜的料汁教成来 料汁入锅以后呢颜色是浅红色的 我们像这样来给它翻炒一会儿 这个料汁呢就会变得越来越粘稠了 而且颜色呢也已经变深了 像这样的状态呢就可以了 入锅前呢把切好的葱花放进去点缀一下 颜色好看的同时呢也能去除一部分的味道 我们可以撒上一小把的蒜末 这样呢这个料汁吃起来呢也不会感觉到密口了 我们彻底的搅和均匀一下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光火出锅以后呢我们冲入盘中来 最后呢撒上一小把的黑芝麻美味继承 像这样呢直接蹲上桌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呢真的是好看又好吃 入口呢先是外面糖醋汁的酸甜 接着呢就是那一层酥皮了 最后就是那鲜嫩的豆腐了 外酥里嫩 咬上一口呢有一点像吃肉的感觉 哇真的是太香了 光闻了呢就要流口水了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呢比红烧的还要好吃 深受老人和孩子的喜欢 按照视频中的比例调制出来的糖醋汁 入口呢是一点也不会感觉到油腻的 吃上去酸酸甜甜的真的是太好吃了 如果你也喜欢 辛苦您动动发财的小手来给我点个赞吧 点我的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美食视频 我的心悦我们下期再见